Coco 早餐 Today's Special 时时入扣 7点33分17秒 时时入扣 今天我们终于有蜂蜜蛋糕吃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家昌 家昌不是蜂蜜蛋糕 但是他人其实也跟蜂蜜蛋糕差不多了 所以他就带了蜂蜜蛋糕 上礼拜我这个白目的人 问了他蜂蜜蛋糕 果然蜂蜜蛋糕就飞来了 坐飞机飞来了 非常谢谢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 因为上个礼拜最近天气有点转凉了 家昌带爸爸妈妈去北投泡温泉 那泡的是那种泡脚的温泉 好孝顺 人家都是带情人去 你是带爸爸妈妈去 带情人泡脚有点逊 带情人要去三二行馆 或者是那种比较好的温泉旅馆 但是因为爸爸妈妈对于这个健康很注重 那他们就去泡脚 那这个很好玩是柯屁在这方面做的让我非常佩服 但当然这很多是前市长这样延续下来的政策 现在北投有相当多是免费 然后利用北投的温泉 对 然后所以有相当多的婆婆妈妈年纪大的长辈们 几乎每天固定的行程 就早上 爬完山 泡个脚 为什么可以免费 是公共池啊 对 它就是公共池 是一个开放的空间 那大家就轮 只有泡脚脚 只有泡脚脚 有点像宜兰礁系那样子的感觉 那现在北投已经弄了三个地方 所以弄得挺好的 然后泡完脚之后 家昌就带着走柯屁的行程 到摄子岛去 真的吗 是 然后家昌在摄子岛就突然发现 虽然我小时候是在延平北路长大 那里整个 那摄子岛很近啊 一点都不远 但是我竟然吃到了 我从来没有吃过的在地小小吃 是吗 是 叫做摄子岛第一辣 摄子岛第一辣 对 不是什么辣妹 而是道地小吃的组合 那我突然就赫然发现 原来这些小吃 只要能够回归到本滋味 在这样子的一天的行程结束的时候 那一天非常疗愈了我们一家人的心 所以你要介绍的是 你从航摄子岛的第一辣 所吃到的 吃到的是什么 衍生出来的这个小小吃 好厉害 摄子岛第一辣卖了四样 其实是就是所谓的台湾小吃的大成 从面线 甜不辣 肉丸 跟油鸡 它还蛮厉害的啊 四个都卖 现在我知道油鸡是什么 我吃过了 对对对 重点是这四个都卖 而且四项都做得很好 是啊 年轻的还是老年人 其实是做第二代了 然后最有趣的是 柯P不是后来在舍子岛做一个这个 Homestay啊 对 Homestay 其实就在它旁边 哦是啊 对非常近 然后重点 那它比较不贪吃 它不像你啊 那很好笑的是 摄子岛第一辣 一听到这个名字大家都觉得 哇这是什么辣妹啊 还是什么 那事实上是 它很厉害的是 它的这四项 刚刚讲的再讲一次 几乎台湾 创业的小吃单 一开始就会卖的 这是一样 对不对 天不辣 蚵仔米酸 不一定是蚵仔米酸 因为蚵仔比较难准备 有的就只有大肠面线 然后肉丸 还有油鸡 但是摄子岛第一辣 真正厉害的是 有三样很厉害的酱料 我每次到面店去 或者是到这个小吃摊去 只要看它的辣椒酱 或是它的沾酱 有没有用心 就知道这间店家 有没有非常的认真 因为很多拿的是罐装的 是那种现成品 那我就会觉得 可能会有进步空间 但是很多的酱料 辣椒酱 大蒜酱油 辣椒酱油 全部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我就非常期待 这间店的表现 那摄子岛第一辣的 三种辣椒酱油 麻辣酱 然后另外两个很有趣 叫做真正香 真正辣 反正非常可爱 那它的名字 就叫真正香 真正辣 真正香是不辣的 总共三样 就是麻辣酱 然后真正香 真正辣 真正香就是 大量的葱油 加上蒜笼 然后它是调味 可能是在 加这个肉丸 跟甜不辣的时候 上面的增加调味 然后真正辣 是辣到头皮的毛细孔味 真的吗 非常非常的麻 因为它用的是 顶级的朝天胶去做的 然后嘴唇 然后头皮都会发麻 就对 哇 那现在这种天气去吃不吃过瘾吗 然后每天 几点钟猜的 它就是营业的时间就很有趣 就从下午到晚上这样子 然后最有趣的就是 因为在那里是 大家都知道社长是有点偏僻 对 那在那里的工厂很多 其实它有很多客人是外劳 是啊 对 就发现很有趣 就是你会跟泰国朋友 或者是东南亚的朋友 一起在吃台湾的小吃 它就是一个路边摊 然后大家都是骑着摩托车过去的 那真的是台北市非常少的景象 那我把这个东西 跟我很多朋友 爱吃美食的朋友讨论 他们说在南部 真正好吃的小吃 都一定是这样子 就不是 就是那种 它就经营的很好 然后它就只卖这几样 然后卖了很久 然后从酱料开始 这种小细节都很注重 还要高纲 对 这个就很好玩 就是特别到台南 你会发现都是这样 然后你再回头去观察 另外的其他几个细节 就是 例如说它的汤上面的 所谓的这个韭菜花 肉丸上面的香菜 它的肉圆是油炸 油炸的 油炸的 油的那脏化的 对对对对 然后重点就是 这些东西的真正的厉害什么 都会很新鲜 连这些小地方 你看韭菜花 葱花或者是香菜 都会很新鲜 摄子倒地辣 这些我强力推荐给大家 我认为是台北市少数 非常道地的小小子 加上这个摄子岛之旅的成果 比科皮好多了 我们近段广告继续 所以今天就要介绍 骂碗 因为刚刚扣扣姐讲了一个重点 大家知道哪里的骂碗 开始用真的吗 台南吧 还有就是只要过了 濁水溪以南 不是对 濁水溪以南 就是用真的 就是从炸的变成真的 以前因为我在二一六巷 这个我在联合报的时候 二一六巷下班都十二点以后 二一六巷就会有卖关东煮的 对 他现在变店面了 是 然后呢 还有一堆老夫妻 他们两个就在卖蒸的骂碗 我亲眼就看他们作业 用那个汤匙 他们还在骂 现在就找不到了 我们两个很讨论过 对对对 我那时候我在联合报 我离开联合报都二十几年了 那我每次晚上都觉得好温馨 因为他们是老夫妻两个人 手工做那个 是是是 这就是小吃的精神 对对对 那个好好吃 这比起一些无粮的店家来讲 这个真的这种精神 让我们比较 嗯 其实有粮的人很多了 我上次去台南 我礼拜天不是去台南 吃了牛肉汤 那个那个拌酱 那个酱料也好棒 阿昌啊 阿昌 就原来是你们家开的 他用姜丝加上葱花 然后再加上什么 然后你看那个姜丝 那些都很新鲜 很新鲜 哇好好吃 结果我吃了两碗酱料 是啊 嗯 光吃酱料都行 对对 光是这个 而且他们家的那个肉燥饭 听说是免费吃 而且是牛肉燥 对不对 对啊对啊 应该他不是猪肉燥 好像是牛肉燥 但是他是随便你吃 你知道吗 是是是是 所以这个小吃好 台北也有小吃 摄子岛第一辣 我觉得推广摄子岛第一辣 才是林家昌今天的最大的这个工业 不是那个工业 Industry 而是他的功劳业绩 马上回来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好从哪设子岛的第一辣 是 到这个 米酸 天不辣 肉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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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我们要吃西区的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肉丸 为什么呢 加上了张华的朋友很多 张华人每次都跟我呛吓 你张华的朋友幸运吗 哈哈哈哈 张华人现在超有名 姓魏和姓王也是 王陆萱也是张华人 好吧 怎么这个 哈哈哈哈 一下就踩到地雷了 哈哈哈哈 但是最有趣的是 张华人对于台北市有两项小吃 就是持续都抱着不屑的态度 他们只要每次 对只要讲到两个东西 他们就说 啊你们这台北都很乏吃 我去张华这样 这项是肉丸 对啊 这项是焢肉丸 真的吗 因为张华的焢肉饭是非常有名的 焢肉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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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厚的肥的那种 对对对 我以为张华人 张华人都在五分谱开那个 麦衣服 开店然后全部都变成那个 巨富 对 但可惜现在网商比较起来 不只张华人真的在台湾经济发展里面 这饭也很重要的 中张头的朋友们 对 前路污名化他们 是是是 那因为肉丸是台湾真的的特色小吃啦 我每次带中国强国朋友来吃的时候 他们就问说这傻啊 因为对他们来讲这是比较特殊的饮食经验 那他们只有比较类似水晶饺啊 什么看起来是一样的 那一般是直径六到八公分的一个 透明的扁圆形 那个面 那个粉呢 通常就是地瓜粉 然后再加上再来米粉 去调和出来的 那当然有一些会加太白粉 有些会加素薯粉 那刚刚可可姐讲到重点 张华以北的话 通通都是炸的 张华以南 过了浊水溪之后 就开始是用 那特别是 整个蒸的肉丸 其实发明的地点是在屏东 哦是哦 不是台南哦 不是台南 那台南其实肉丸不是他们的主食 但是因为台南有火烧虾 它的虾子是非常鲜艳的红色 所以台南到后来的肉丸都是虾仁肉丸 哦对对对对 然后里面都有一颗虾仁 都会有漂亮的红色 然后蒸的透明的时候 这样整个看过去就是一个 很漂亮的那个的颜色 那当然台南最有名的就是 五庙肉丸在这个 这个孔子庙对 在那个关圣地区庙对面 叫五庙肉丸 我先讲台北市的几间 呃有名的 我认为是绝对值得一吃的肉丸 但是在张华人眼中 这是普普通通 但是我 我们台北人还是可以吃吃看啦 那特别是我好几次在录完音 就是这个节目之后都会去 龙江路吃阿财肉丸 他就在国民党党部对面的巷子里 他是张华人来开的 那他早上的八点就开始 八点半就开始营业 然后非常地道也是用油炸的 然后他老板每天就亲手手工作 然后他里面的是笋丝 然后吃完酱料 吃完之后酱汁或者大骨汤喝 非常道地的吃法 那一定要有酱料对不对 对他一定会 然后他会有两种嘛 他通常就是第一个是米 米去调和的甜甜的 那个白色的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是红色的甜辣酱 通常是这两种 然后他的师兄弟呢 在两个地方 也都是台北市排队的肉丸名店 一间是在安东街 在SOGO的后面 对面 在这个也是BR4的对面 Anyway就是在忠孝复兴的一个 SOGO有很多个 对对对 就是两个SOGO的对面 就是BR4跟忠孝 安东街就是在那个角落那里 是 然后那一间每天下午 对那天每天下午都开始排队 这间霸丸店 就是安东街霸丸 排队的人龙是非常可怕的 跟每天早上的护航豆浆一样 都是非常多的人 我礼拜天看护航豆浆 已经摆到楼下 快到 快到转弯 到再转弯 已经快到起来灯了 对对对 对 然后安东街霸丸跟阿财肉丸 是戏出同门 吃起来非常的像 那阿财肉丸是比较不用排队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 安东街霸丸的 可以吃一次看看 那如果 听家昌的建议 再去吃吃看阿财肉丸 然后另外一个 湿地呢 也是戏出同门 就是我之前跟各位介绍过 在南机场夜市 中华路的南机场肉丸 这几间的特色 透明皮的肉圆皮 然后它是用笋丝的 然后 而且它的酱料都是 有一点甜 但是辣都非常的够味 笋丝是经典的配料 对不对 张华人跟我争执过 他说笋丁才是 不是笋丝 我们都觉得笋丝是OK的 但是事实上笋丁对他们来讲 才是真正的 道地的做法 而且他们说 真正的张华肉丸里面 一定会有一个亮点 一个bonus 香菇 有的有有的没有 那是什么 鞍唇蛋 真的吗 你看 假鬼 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 我们要杀到张华去 张华有没有人要教我去站台 然后但是比较有趣的是 张华有一间肉丸店 也因为那个那些年 他们下课都会去吃的 那些年的那部电影 张华不是很多有名 上次什么高丽菜饭店 不是被人家双一讲 张华好像也是个性鲜明的 对啊 可爱可爱 对 然后 接下来介绍两间就是 他就是会有笋丁的 第一间是在家昌的老家附近 在大龙洞 在大龙街的大龙洞漏丸 在孔庙附近 孔庙附近 对 只要所有的张华人一吃到 叮咚就是笋丁 因为他们就觉得说 哦 这就是道地的 笋丁就是一块一块 小小块的 不是笋丝 就长条的 对对对 然后最重要是他们说 哇 你看有鸩唇蛋 完完全能的 那是里面有鸩唇蛋吗 是的 那我要去 是 然后 还是真的鸩唇蛋 还是机器做的鸩唇蛋 是真正的鸩唇蛋 对不起啊 然后另外最有趣的是 我觉得啦 每次吃完肉丸之后 的那个汤 其实很关键 他会免费提供你 还是 当然是免费啊 就跟那个甜不辣一样 那碗碗一定要给一碗 对对对 然后那个大骨 他不是油吗 油泡的吗 他给你什么汤 可可姐 有没有吃过 埔里的那个辣碗 水里的那个辣碗 没有啦 他就是要泡着汤吃的 他是你要吃一半 就要去加汤 然后就当汤喝这样子 他们都是要把 那个酱料 为什么会比较味道重 就是加了汤 中和之后 那个汤就是非常的鲜甜 没有调味 然后就大骨的 跟萝卜的香气 是哦 所以说 怎么辨别 反正很多学问啦 汤就是 重点就是汤 调味不能重 其实因为他所有的调味 就是靠的 差的酱量 其实我在准备 昨天资料的时候 我跟好多彰化朋友都聊的 他们都聊到口沫很肥 因为我 我其实到 彰化妈妈都会做妈玩吗 没有没有 他们都去市场吃 他们都 这个是家里不做的 因为我跟各位报告 是家昌是到国中 才吃到人生第一颗霸丸 那我可能到大学以后 就是比较晚吧 基隆长大怎么可能 最有趣的是 彰化人是从 就是三岁的时候 就开始吃霸丸 当点心了 对我来讲 我小时候觉得 那个是一个还蛮 蛮丰富的 很贵的东西 泡在油里 是然后是比较 有烹调性 对对对 可是对他们而言 就是从小吃到大的 就非常有趣 很幸福的彰化相亲 对以后我后来觉得 跟彰化人开始聊天 就从 先讲霸丸 控肉饭跟张露丸 这两件事情聊起 就非常非常的有趣 他们真的都讲到 没飞食物 然后每个人都会有 自己家里 市场附近的一间小店 然后就 然后每个人都会感慨说 好像最近回去就吃不到 好像 就刚刚为什么 会讲到摄子滴辣 是因为 他后来现在是一个 二十几岁的帅哥 第二代在接班 好帅 真的超帅 是吗 然后酷酷的 然后他们就说 点完就去做好 然后就是照着你点的东西 帮你送上 然后就是非常酷 然后都不讲话 然后长得就是很好看 然后店名又叫摄子滴辣 我就觉得 这个实在太有趣了 他应该讲摄子滴帅 帅 对 对 对 所以我就觉得 这就是非常 很好的行销 我要偷偷去绑察摄子滴帅 对 然后最后一间 是在通话街的 都流口水了 对 通话肉碗 这一家我常吃 对 也还不错 Gay就在那里 对 真的吗 对我就觉得 这一间就是 中规中矩 对我来讲说 这就是肉碗可接受 但张华人又骂我了 这个 称不上是肉碗 真的吗 所以通话街肉碗的老板要加油 因为张华的相亲是很严格的 不骂完的好处就是说 他虽然泡在油里 可是他不油 这个是 那为什么要泡在油里 那个皮才会Q 对不对 那个皮 因为它其实油是有温度 那个 因为它那是粉 就是什么 地瓜粉 地瓜粉 或者是在米粉去弄 所以那个一定要用有点炸 那个皮才会有脆 跟Q的两种口感 那因为现在食安风暴 大家回头来 回归到那样的原食材 会更容易吃到食物的本味 那为你张华有骂完 那圆灵呢 圆灵就在张华里面 所以 对 所以圆灵骂完跟张华骂完 其实有一点风格的差异 不是说不同吗 对 他们说有风格的差异 因为圆灵呢 也跟我争执过这个问题 他们就说圆灵的才是 真的 圆灵是张华的手扇之服 我听过 对对对对 他们就说所有好吃的都在圆灵 其实在那个中校东路 五段 应该是基隆路吧 是 五段的那个有个巷子 那个叫什么巷啊 不是都在卖小吃的 里面也有卖 对对对 里面也有卖骂完的 没错没错 227巷还是什么 对对对 那个巷子是专门吃的 是 那里有一只眼好吃的 肉丸跟臭豆腐 反正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 肉丸是张华人的乡丑 是 肉丸是张华人的骄傲啦 张华人最近有点污足啦 哈哈 那因为张华法官跟地检署 检察官在找家啊 是啊 然后最后就是提醒大家 因为回归到这些小吃的初心 就是每一个小吃其实都是 点点滴滴 要经典达人啊 累积起来 细节都很重要 从酱料到这些配菜 到这些制作过程 都是点点滴滴在心里 非常重要 摄子第一帅 哈哈哈哈 等一下我们要告诉大家 所以摄子第一帅的地址 等一下我告诉大家 不过我们等一下要访问的是 评录小姐 她最新的小说 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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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